是一样最近就有心悸的问题 还有呼吸直气 甚至于会到心脏跳动很快 那我也是就是想说 到底是为什么 那周边的朋友跟我讲说 可能也是就是摩特尔疾病 就是二肩半脱炊 然后就建议我 跟摩特尔有什么关系 没有 因为他说摩特尔比较瘦 通常瘦的人比较容易会有二肩半脱炊 那我怎么会有 你 我也不知道 所以他就说 这个就统生叫摩特尔疾病 那我就去看了心脏的血管内科 就医生就帮我一样照了心电图 也照了胸腔X光 可是他发现没有问题 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 也是像云医师说的 可能是坐洗的时间有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 以前我常常心脏会痛 可能心脏是跳一下痛一下 跳一下痛一下 你就痛三次 好有画面感 不是一个晚上坐在痛 对 然后可是他通常以前 就是我在学生洗洗痛的时候 都只是痛个 可能15到30秒就好了 然后慢慢长越大 他好像痛的时间越来越长 直到有一次是去年 去年底的时候 我的那个心脏是 连续痛了一个多小时 就是每跳一下就痛一下 每跳一下就痛一下 然后就是 很跳痛 我心脏很跳痛 对 然后我就讲说 因为我对于睡眠 是一个很有自信的 所以我想我睡觉起来 应该就好了 可是竟然我会完全睡不到 因为实在太痛了 我就没办法 只好就是直接就是 你没有去看医生 有 我就直接去慈悸 因为我家刚刚在慈悸旁边 我就赶快就是 开着去慈悸之后去检查 然后他就说你这个 心脏半膜好像有点过长 是因为心脏半膜过长的问题 可是我之前都有检查 可是却都没有检查出这个问题 因为我也觉得蛮奇怪 后来医生就开药给我吃 然后也是跟我说 这个可能也是天生的 也是只能先共存 我想形容值应该是用错了 通常心脏很少用痛 除了心脚痛 那个也比较痛 他是觉得好像一个石头 压在那个地方 多半他刚刚形容 尤其在午夜的时候 是叫心记 心智记 也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心脏是心房跳一次 心室跳一次 但是谁最容易发生呢 就像这个熬夜的 喝刺激的东西 抽烟的 那这些 一定有什么因素 导致你心脏本来在凌晨 两三点钟的时候 他应该在深度睡眠下 心脏要放慢去休息 但是这时候你还在追剧 你还在玩这个电视游乐趣 或者像他那个 我可能是正在算钱 今天收了多少钱 越看 越觉得越多的时候 越兴奋 他越兴奋 这时候这颗心脏 本来应该在晚上 睡眠的时候 应该要休息的 他没有休息 反正你叫他加班工作 某种程度他想睡觉 你却拿个鞭子说 Come on let's go 这时候就看谁受伤 有时候是心室受伤 有时候是心房受伤 那就心房受伤的话 他是大概有那种 那种感觉 心室受伤的时候 他那个心跳 早期收缩的心跳的话 就他一下子会有一点 连血打不出去 打不出去的时候 你又会觉得 然后头甚至会有一点 晕眩的感觉 那这些东西都是在警讯 告诉你身体不舒服了 那谁特别容易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很多啊 因为 我也有 对 因为心脏里面有个叫二肩瓣 它在左心房跟左心室之间 有个瓣膜叫二肩瓣 这种不影响你的功能的话 就叫做功能性的脱锤 也叫做生理性的脱锤 那真的是就是和平共处 但是因为瓣膜的后面 就是我们的电缆线 就是我们的传导系统 所以你越累 它的脱锤可能就会越明显 你就越容易扯到那个缆线 它就越容易诱发心力不诊 那什么时候最累 那就是这个情形 就是你刚刚讲的 如果是太疲倦的时候 或什么时候 就会反射情形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都会叫你来到医院里头 那就做心电图 就来做心电图 心电图之后 当然我们 老师教我们是要拿听诊去听 那现在因为 大家的功力已经越来越差了 所以大概直接去做 心脏超音波来看 那以前的心脏超音波 在我年轻的时候 心脏超音波是蛮雪花的 所以你也看不到什么 所以看不到脱锤 但现在心脏超音波 越来越精准 你的长相多一点点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就很容易被下诊断说 你有心脏半膜脱锤的情形 但是心脏半膜脱锤 只要你能够平静下来的话 或者是平常 因为它半膜是 所以平常如果有运动 喝足了水去运动 它基本上是可以训练 所谓的心脏半膜的肌耐力 它的半膜也会收缩的过程中 也可以彼此训练这颗心脏 再跳动 那这样反而是一件好事情 我有个50岁的女性妇人 当然她是单亲 那她浮育两个孩子都长大 两个孩子都有成就都到国外去了 所以她一个人就在国内居住 白天就忙得很上班活动什么 但是晚上一回到家 她觉得40多平的大房子 好像一打开来就黑黑暗暗的 就恐怖 担心害怕 尤其最近好像又有很多艺人 就一不小心就走了 然后她又听 天哪我要是在家里头突然间走的话 怎么办 谁会找到我 谁知道我走了 因为她孩子也不太跟她联络大概 所以她越来越恐慌 越恐慌 越睡不着觉 越睡不着觉 她越喜欢在凌晨两三点钟 去找安眠药 吞一颗 但是早上六点 安眠药还没有退光 六点钟就被闹钟叫醒 要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所以每天就周而复始的心悸 就刚刚你讲那心悸的感觉 就越来越明显 对 但是白天她一兴奋一好 一来看我 就真的就没事 那没事 所以我们也帮她做了检查 也就是没事 就一点点的脱疹 但是你后来理解她的情形之后 你就跟她讲说你不要害怕 你怎么跟孩子联络 怎么怎么让你 放松了 就放松 或是请个伴陪着你到家里头 但是这东西都是不可能事 她一说我不可能请陌生人来我们家 那怎么办 所以两三个月 一个月就来了 我又不行了 那我们看 你就真的没事 那我们也不能每个月 帮你去做个心脏超音一波 因为她就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坏掉 这样子 所以我们顶多就拿听诊器听一听 后来就被骂说 你这个就是在敷衍我 这样每天拿个听诊器 一点就打开 医生好难为 所以这是变成很为难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 大家是个默契 你大概要把你的生活状况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再来去跟别人讲 然后像我也是一样 最近就有心悸的问题 还有呼吸直处 甚至于会到心脏跳动很快 那我也是就是想说 到底是为什么 那周边的朋友跟我讲说 可能也是就是摩特尔疾病 就是二肩半脱吹 然后就建议我 跟摩特尔有什么关系 没有 因为她说摩特尔比较瘦 通常瘦的人比较容易会有 二肩半脱吹 是喔 那我怎么会有呢 你 你 我也不知道 所以她就说 这个就统生叫摩特尔疾病 是喔 那我就去看了心脏的血管内科 就医生就帮我一样照了心电图 也照了胸腔X光 可是她发现没有问题 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 也是像云医师说的 可能是坐席的时间有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 然后熬夜什么 他就讲 然后后来医生说 那不然我给你一套 远距离的监测器 带回家自己做测量 然后等到的大概就是约好的时间 再回来看报告 我就也是在家里就坐了一星期 然后就量手 受量完之后 现在就再等回去医院的报告 对 半膜的问题 有时候最难看 半膜的问题 影响到心率不整的话 已经有蛮严重的情形 所以半膜最主要就是看影像 但电脑断层又看不到 因为电脑断层是静态 很难看得到 所以一定要看动态的 所以我们最容易看的 就是做心脏超音波 但大家又知道了 心脏超音波是隔着胸骨 隔着肋骨 所以我还能避开骨头 有时候不好做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得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个所谓的 食道超音波 也就是说一般超音波是从前面看心脏 我食道的话是从心脏的后面 往前面去看 现在还有这些 那这个地方是不容易挡到 不容易挡到的话 反而我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然现在我们的电脑断层 核子共振越来越进步了 它可以到200多切的时候 它可以很快地 因为心脏在跳的时候 你很难去抓它的构造 但它现在 因为那电脑断层已经 直下就超 你可以200多切的时候 你还真的可以把它弄出来 但是重组的技术就很重要 怎么重组 然后在跳动下 跳动下 我就可以看到半膜的开与关 它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再怎么讲 我们还是觉得 轻微的 多半是个诱发的因素 你就要去训练它 你要跟它和平共处 你要让它去慢慢地去适应 在这种微微的跳动下 所以不熬夜 不要喝太多你的那个 乙包飞要 乙滑 乙滑 都是乙滑 那么这时候 减少一些刺激 那我们都认为说 是可以有效避免这个事情 那我另外一个病人也是一样 他就真的有问题 他叫做心肌桥 也就是说心脏 心脏上面有一个 有三条大的血管 非常漂亮的三条血管 那三条血管应该是平顺下来 但是有些人先添一件血管 就走到一个地方后 团圈会凹个小操 他就会有个 对 那这样的话 你平常在慢慢的时候 一点事情都没有 但是你在发脾气 你在激动 在跑步的时候 那个运送就有点不顺 一不顺的时候 他心脏就发作 对 那心脚痛 冒人汗 送到急诊室 一检查没事 因为来到急诊室都放松了 放松了又走得很顺 所以这次变得很麻烦 所以终于坐了心脏管后 发现的是心机桥 一个血管 突然间在这个地方 有个团圈凹到肌肉 凹上去 凹上去 所以整个血管都是很漂亮 也没什么堵住的情形 但是它是到的地方 就有一个凹下去的情形 天生的 对 先天的 所以这种情形 坦白讲 我也没办法去帮你拉直 我也没办法去弱道 我只能说 所以常常我们心脏科医师 有时候真的会被骂 就是在这里 可能是我 因为我是不能喝咖啡的 我只要一喝咖啡 我就会心机 你都会烂咖啡 对不对 也有好咖啡 因为常出外景 他们就会介绍咖啡 就说这个是怎么样 现主的那种 对 也是会 因为我自己也会心机 可是好像 就是如果喝到好咖啡 或是喝到 还是有喝到 不会心机的咖啡 大家知道我讲什么 对 本身喝咖啡是因为 之前有时候 比如说拍戏的时候 都要很早起 然后很早起的时候 脸就很肿 身体也很肿 那我自己是想要让自己 就是可能 可以快速排水 所以就是有时候 会有那种 早上起床空腹 喝咖啡的习惯 对 可是后来我发现 我有一次真的是 我不知道可能那一阵子 我可能身体也不好 还是干嘛 我有一天也是 起来我就喝咖啡跟水 咖啡跟水 然后一直到初班 要去拍戏那一天 我也不饿 我就想说那就先这样 然后结果 整个肠胃就开始不舒服 我就整个回到家 拍完早上那一场戏之后 我回到家是整个 吐光光 那我也有听说就是 好像咖啡对女生来说 就是会很容易 然后我就想说 那既然骨子疏松 那我补一点盖子喝牛奶 所以我就是 就是咖啡里面 喝拿甜 就是咖啡就喝拿铁 可是有时候就觉得 自己心里最容易想说 可以降低自己那个 骨子疏松的这一块这样子 咖啡觉得是好事情 咖啡在烹煮的过程中 是一个非常浪漫 非常温馨的事情 你可以让自己的心情 非常愉快 咖啡的香味 我在每一学期教学生的时候 我最喜欢讲的那个课程 就是爱尔兰咖啡的故事来源 是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你知道吗 就是他怎么样去烹调那杯 好喝的咖啡 所以咖啡里面也有可可豆 它是有一些抗氧化的东西 本来就可以帮到你很多忙 那我们在英国进修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说 英文很在乎叫 咖啡 break 为什么要咖啡 break 因为你工作一段时间后 你稍微休息一下子 你喝点咖啡可以提神 那提神让自己很舒服 那尤其有些人 又喜欢在咖啡里面加点糖 这个糖一上去的时候 就好像瞬间打了个点滴 整个身体就有个非常循环 它人就会变得非常清爽 所以我还是认为说 没有错 每个人对咖啡的习惯不太一样 咖啡的感觉 就像你对辣的程度 有些人对辣可以适应 有些人只能一点点 有些人不行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很好的豆子 然后很好 让自己花点时间去研究 怎么样去弄它 怎么样去让它煮出来 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美好 可是它一定也会有 伤害心脏的部分 它唯一伤害心脏就是说 有些人对咖啡因的反应 可能比较过度了一点点 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有个病人 对不对 她本来四十多岁的女孩子 她本来是每天喝咖啡 然后大家 她突然间大概听了 我们看我们节目或什么 她不能喝 赶快就停下来了 但是她咖啡因已经有点沉饮了 那沉饮之后呢 这过了几天后 她整个人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之后就开始 更心悸 更不敢喝 又心悸了 那更是咖啡造成的结果 那我更是不要喝 那或者是她 明明是工作压力很大 她怪到说 是我晚上喝那杯咖啡 导致我不能睡觉 所以很多东西怪在那边 然后你的身体 就有些副作用出来了 副作用后 你反而怪在咖啡的身上 所以它会不会影响心脏 它会 可能是间接的 但是没有人是把咖啡当水喝 你要一直喝 一直喝 可是也真有人 一天喝到六杯 那就稍微太大 适可去喝 然后我刚刚讲的 那个女孩子真的 后来我看了她的时候 我说你待会儿到隔壁 买个espresso 比较浓缩的咖啡 一喝之后 马上喝 我好了 我快就好了 都不用吃药了 都不用吃药 真的 她就是有点成瘾的情况下 你真的要去享受她的时候 你就要去慢慢去 微调身体 让身体慢慢进入到 可以适应她 但是不要依赖她 依赖她 就会出现问题 不过其实咖啡 像刚刚袁主任讲的 是真的有保护心脏的效果 早年的研究 对咖啡 对心血管 有保护是有争议 不过最近近年来 除了证实它可以保护心脏 它对我们肝胆科 像 护肝也很有好处 对 像病毒性肝炎的患者 其实咖啡 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化合物 它本身有抗氧化 还有抗癌的效果 所以对 尤其是西型肝炎的患者 一天喝一道两杯的咖啡 实验证明说 甚至有时候认为 肝癌的发生率 有会稍微下降 的确有好处 但是重点是要 不能像我一样 一天喝六杯 你的咖啡是买豆子煮出来 还是随便买的 我就是叮咚那一种 也可以 因为我们 因为值班是没有办法 没办法自己煮 你既然这么爱咖啡 这样可以研究 对 可是反过来 咖啡有一些人不合适 像什么样的人不合适 像心脏有半膜的人 就不合适 像刚刚彦均说 喝咖啡会心剂 其实假如你喝咖啡 会心剂手抖 可能就不太合适 我举例来讲 有一个病人 他是西型肝炎 然后跟彦均一样 是女生四十几岁 他就是听到有 不知道是我还是谁 说咖啡护肝 他就 结果后来喝一喝 他就 后来我就 他以为是胃食道逆流 所以他就来看 结果我给他听 他就发现他的心脏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以前有没有像二间半脱锤 这类的问题 他说有 我有二间半脱锤 所以我跟他说 你不能喝太多咖啡 因为你二间半脱锤 喝咖啡因过量 可能你心脏会不舒服 所以还是可以喝吧 我建议他说 一周喝两杯就好 就是减量 但是基本上 假如像他的体质 可能每天喝就不合适 这样子 以前当记者的时候 大家就是要 记者就是时间很不固定 然后压力又大 然后那时候我是跑六点线的 早上六点线 所以都为了说 要强个时间 所以你四点就要起床了 三四点 对 四点就要起床了 然后中间就是为了赶车 就坐捷运这样子 所以我就想说不要吃早餐了 反正已经来不及了 然后可是因为人很奇怪 只要饿那个时间过了之后 你也就不会饿了 所以到中午 我也就不会饿了 所以我就累积 就是早餐也没吃 午餐也没吃 然后到下午才吃第一餐 这样子 可是就算我没吃早餐 我一定会记得要喝 所以这等于说 没有吃东西之前 我都已经喝了三杯咖啡了 因为有喝咖啡 所以你就味噌到逆流吧 然后一痛的时候 就拿胃药来吃 所以久了之后你就麻痹了 真的你就觉得说 不会痛 就有天我去出去采访的时候 就是超痛 而且不是只有胃痛 是连心脏都痛 我就觉得很快 天啊 我就那么年轻 我就得心脏病吗 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赶快去挂急诊 挂急诊之后医生 有帮我安排那个 心脏超炎波 然后有做胃劲 后来他就说 其实你是长期累积 一些不好的习惯 所以导致你已经 对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才知道说 我之前那等于在 像自杀的行为 因为其实那么年轻 得胃溃疡 但也就是说你终生之后 都很容易就是因为胃的问题 然后去看医生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们常常提醒 你的心脏如果有不舒服的 你要先怀疑 你是不是胃死到医生 其实跟心脏是没关系的 我分享一个 25岁的一个小女生 其实她来 她大概18 9岁的时候 因为痛经去检查 有个巧克力囊种 就开了腹腔镜的手术 那腹腔镜手术 当然恢复就很快 她开完以后 她就觉得经血量 有少一点点 但是痛经好很多 她就很高兴 22岁毕业以后 当然就努力工作 这女生比较自律 认真工作之余 小熬夜到一两点 早上就跟你一样 五六点老人形态 就是稍微起床 开始做一点运动 但是她睡非常少 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越经就慢慢的越来越少 就不太来 但是下一步 你知道女生只要体重变瘦 什么病都不重要 对 很好 我又努力工作 又得到赞赏 体重会变瘦 查了书体重变瘦 以前那个电视 医师好拉都讲过 陈医师也讲过 因为你卡路里摄取少 体重变轻 脂肪变少 你月经又短暂不来 她很高兴 于是莫名其妙的工作 六个月以后没有来 怪怪的 就去找个医生看一下 那我们复产科医师 一看这么年轻 虽然有这样的病史 瞄一下没什么特别 第一个动作 吹一次好像有来 于是又回去混工作了 下一次又半年 就到了25岁这一年 已经整整两年了 她就到门诊 其实我们第一个想法 会不会你手术有影响 还有找发性停筋 就一抽血 这一次 那它真的停筋 第一个跟手术有点关系 跟这个压力过度 也有一点影响 还有它忽略掉了 其实如果已经确认是停筋 尤其这种手术型 变 衍生出来 其实不太能回溯 所以但我跟他们两位医师 不太一样 我们这种品格高尚 复产科医师 比较愿意提供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不是讲完恐吓完就算了 懂吗 那我要先讲一下 如果是真的这种30岁以前 这么早停筋了 其实还是有解救方案 也就是你荷蒙不够 这时候我们会积极地建议 你要十方不荷蒙 因为为了你未来的生育着想 生育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这个时候再去取卵 虽然卵子非常少 但它毕竟是20 30岁的年轻卵子 其实是有机会的 第二个方法 当然是未来去 可是这个时候有个过程 你子宫还是要调养 因为你如果子宫 荷蒙都不给它刺激 五年 八年以后 这个概念就是你买的房子 虽然不住 还是请人家打扫一下 房子才会干净 还有人气 所以基本概念 如果你真的停经的时候 人气 也不能邀请太多人 来这房间看餐 怪怪的 所以这个治疗 我要先讲就是说 一个方法 当然如果来埃及补充 我们尽量补充 这时候尽量维持适当的荷蒙 而且这个概念 它补的要比 更年期的荷蒙再高一点 因为你是年轻人 那第二个 如果有适当对象 其实生育 还是有科技可以协助的 之前就是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幼教老师 那我们知道 现在其实蛮多新闻都说什么 小朋友多个孕青 家长就会打电话去问 然后就搞得幼教老师 真的压力都很大 那他来的时候 他就说他幼乳那边 就是有发炎 整个发红 很痛 他大概痛了一个多月了 可是他到处去看医生 甚至吃中药 什么调身体 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善 那后来他来看我的时候 乍看之下 觉得像是发炎 可是发炎呢 我们去帮他抽他的浓处来 又是咖啡色 不像一般是绿色的 所以有点奇怪 所以后来呢 我们帮他在做切片诊断 就确定是一种叫做 肉芽乳腺炎 那这种肉芽乳腺炎 它很特别 它其实是跟 熬夜工作压力大 这些是引起的 它是有点像 有一些人 有一些女性 有红斑性囊肠 它有点像自体免疫的问题 那就是 我都可以跟病人 很通俗的解释 简单的说 就是你的乳房 发生了一个过敏现象 然后它产生一些发炎 它产生一些肉芽 之后又不断地 不断地恶性循环 最后就形成一堆 浓阳在那边 那后来呢 我们就帮他治疗 我就开一些 就是跟自体免疫的问题 就是相同的治疗方式 就是给他吃一些肋骨唇 让他把那个发炎反应 免疫反应压下来 压下来之后就好了 就我帮他治疗好了之后 就浓阳都消了 我跟他说 不错不错 很好很好 那你可以回去 结果他大概一个月后 他又来报道 那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又 我扫超音波 那些农洋又跑出来 而且又更多 结果后来我一问他 才知道说 原来幼稚园 好像竞争很激烈 他就每天就是熬夜 熬夜为了做这些教材 然后就是连续 一整个礼拜 大概有两三天 可能都睡不到五个小时 所以后来又爆发了 他就问我说 可不可以开刀 我跟他说 这种开刀没有用 因为他这种是 你自体免疫的问题 你如果去开刀 除非你把整个乳房拿掉 不然你去开刀 你只要有乳线 他都有可能会再跑出来 所以后来我就 很强烈地建议他 千万千万不要再熬夜 然后真的要好好调试 不然我也真的没有办法 我最近就是遇到一个病例 就是他是一个设计师 他们就是平常就是靠接案子为生 所以一接到案子 第一个有收入 可是压力会很大 你要在时间之内把案子赶出来 所以这个设计师就是 每天早上就是一接到案子 就是早上五六点就开始工作 他又有一个习惯 他很喜欢喝咖啡 然后其实也不太爱运动 对 这个是其实台湾多数的 上班族的一个缩矣 对 然后有一天他就真的太累了 下午的时间就是吃饱饭 想说不然趴着休息一下 然后再趴着测睡 他睡了半个小时 老板刚好来找他 想要讨论一下事情 他跟他说某某某 你赶快起来我们要讨论一下 然后完全一动也不动 然后再叫一次 然后一动也不动 后来又生气了 直接把那个板夹抓起来 打他的头说 我叫你你有没有在听 他真的听不到 对 他起来之后发现 他右边耳朵完全地听不到 他是叫右边的 突发性耳朵 而且一般的年轻人突发性耳朵 其实听力不会损失到那么严重 到完全听不到 他的原因可能是真的 他的耳朵的血管可能真的塞住 叫耳中风 他可能真的是 所以你身体里面的血液 其实会变得比较浓稠 然后又久坐不动的话 真的循环变得蛮差的 糖 久了之后真的会出问题 最后这个病呢就是 第一个听力变得很差之后 我们怎么救就不回来 包括给他肋固醇 请他那个去住那个高压养 可是也没有办法 所以中好几个月 最后没办法 只能请他带住停气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你拼过头之后 有些那个不好的结果是不可逆的 我呢很多年前 我都习惯早上的时候 一定要喝一杯咖啡跟一根香蕉 然后有一次睡觉睡一睡 我就翻身突然觉得腰很痛 是不能翻 感觉有东西在滚的那种酸痛 我就去看医生 然后西医跟我说我是肾结石 然后医生那时候就帮我用那种正波 把他长进去 你说多大 那个是什么 我不太记得 可是是很痛 他是跟我讲是蛮大壳 那就掉下来了 对 然后回到家里 我妈问我说你发生什么事 我就讲给我妈听 我妈说就跟你说 那香蕉跟什么 咖啡 就是一直念我 我说那个不能一起吃 那个一定会引起自己 不能一起吃 我们都一起吃 我不知道我妈妈哪里听到的 我们常常一起 因为一个提醒 因为一个提醒 会拿出来看一下 没有 现在我们每天也是这样吃 我就是继续 我就是继续这样吃 我觉得我妈无稽之谈 都是有时候 老一辈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然后我就继续这样吃 好了 又一次 对 半年又一次 然后那一次 我就没有再去看西医 我是去看中医把脉 他就真的也是说是结石 我就在想 是不是因为西医用正波 然后没有排得很干净 我就吃中药排 我刚才讲说 是不是咖啡加香蕉的关系 其实 是吗 是不是 香蕉加香蕉加香蕉 没有 咖啡 猪饺是咖啡 可是咖啡 咖啡是不是利尿吗 我举个我们台湾的数据 台湾大概 盛结石的人口 大概有百分之十几 所以环酸起来 至少 对 那 百分之八十都是属于草酸干 对 那草酸高的食物 包括咖啡 茶 碳酸类的饮料这些全部都是 所以我都一定会告诫我的病人说 如果真的有肾结石的病史的话 这些尽量避免 还是以白开水为主 另外不管再怎么去 就是我们去统计我们的病人 50 对 但是我们要做到的是说 你水量够多 它可能0.2 0.3公分 让它掉下来 自然排掉 甚至没有症状之下 它就排掉了 你不知道 这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式 而且其实很多人会用咖啡茶 来取代白开水 对 他会觉得他有喝到东西 但是其实那个跟白开水 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其实不只是这些 如果你常解释 不只是这些饮料要少 你还要多喝白开水 而不是用这些饮料取代白开水 讲到这样写 因为我有阵子工作 是从当主播到后来当主持人 工作形态都很忙碌 那我印象很深 我最忙的时候 我曾经一天主持四场活动 从早上一场 八点钟到现场的证交所 敲钟九点 然后到晚上我主持完晚宴 我当天主持了四场活动 那我的工作形态 常常是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是早上起床 一定要喝黑咖啡的人 因为我脸很容易水肿 然后早上就只有喝两杯黑咖啡 一整天工作 我都没有吃东西 而且妙的是 我都不完全不觉得饿 然后到工作结束那一剎那 我就会开始突然觉得好饿 然后就是我讲的那一天 早上喝两杯咖啡之后 一整天到晚上十点 我下了工作之后 我跟我的同事去大吃麻辣火锅 所以我常常就是这样 一整天没有吃 然后晚上吃大餐 因为每一年 我都会去做健康检查 那一年我的检查出来血糖 就有点快要超标 医生就提醒我说 第一 你的体重太轻 你要多吃高热量的 营养的食物 第二 你的血糖很有可能这么年轻 就快要糖尿病 他就问说 为什么你会这样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的工作形态 他说你这样很危险你知道吗 你的一整天 你的身体在燃烧的 都是你的意志力 跟你的肾上腺素 到了晚上 你的胃真的吃到东西之后 他大量的吸收这些营养 他就要突然分泌很高的 胰岛素给你 所以你的胰岛素再零 然后爆冲 然后零再爆冲 你要小心 你这样子三十二岁 你就要得糖尿病 然后我就吓死了 因为人家说糖尿病 是一吃药之后 就不能够再停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谣言 所以我一听到医生这样警告我之后 我就开始 我真的 他说你不要让自己饿成这样 你随时包包放个小饼干 两三个小时吃一点东西 胃里面有一点东西再转 你就不会那个胰岛素一直上上下下 血糖不会不问题 然后他有 我忘记是医生讲 还是我那时候自己上网查的 就说 你吃苦瓜好像可以降血糖 所以我那一阵子 所以我那一阵子 苦瓜可以吗 然后我只要吃自助餐 还是去叫桌菜 我都一定要叫有苦瓜的东西 我跟你很像 我也是这样 就是一天可以两杯咖啡 然后冬整天 然后一结束之后就觉得 突然间整个这样子 对 然后就想大吃 我也是这样子的生活形态 所以血糖一定很高高低 从很久以前就开始 一天至少喝三杯 是至少三杯起跳 曾经最多黑的穿黑的 然后最多还曾经喝到五六杯等等 那时候是因为我在播新闻 然后新闻你都知道咖得很近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镜头又抓得很近 然后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水肿的人 我印象中那时候播新闻 白天开始播 然后到播到了傍晚的时候 晚上回家 我爸妈就分享给我看 今天帮我录影 录我播新闻 说哎呦 你早上的时候怎么看起来脸这么圆 而且是像是胖了五六公斤的 那种状态的圆 但播到了傍晚的那些结束的时候 我的脸就整个消下来 因为知道自己这样 就开始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 什么都还没有吃 我就空腹先喝一杯黑咖啡 然后到了公司 就一边在做功课的时候 又一边再喝一个黑咖啡 帮助自己可以快速消水肿 那有一阵子我就开始觉得奇怪 我怎么站着的时候 会突然感觉 那个体感好像是 你坐到那种老旧的商业大楼 电梯 好像它突然往下晃了一下 那种下坠感 甚至连我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 也会因为这种下坠感 而吓到醒过来 而且醒来的时候 是全身都在发冷汗那个状态 我很害怕 然后那阵子开始之后 还慢慢地觉得 我每一次的心跳 每一个那个 咚咚咚咚咚 我都感觉得到 然后每跳两拍 就会慢一拍 然后再每跳两拍 又快一拍 忽快忽慢 然后后来我觉得 这个状况 已经影响到我的工作 因为我工作需要很专注 那当我意识到自己慢一拍的时候 我就紧张 紧张会影响我的表现 我就赶快去挂急诊看医生 那医生说 你这状况听起来蛮不对劲的 怕你是不是心律不诊 他说那你能不能挑一天两天 不要工作 挂那个心律记录器 因为那个就是要持续待在身上 那回诊的时候 医生看了就说 你这个叫做 逗性心律不诊 那医生说 你不用担心 逗性心律不诊 不是心律不诊 他说主要是因为压力大 跟你的这个情绪太高张 他说你有没有喝很多咖啡 我说有耶 我一天起码就是三到五杯 他说首先你就是咖啡 绝对不能喝那么多 因为你太刺激自己 然后工作又听起来在高压状态 他说你要放松自己 然后要少喝咖啡 你这个状况就慢慢缓解 那我就先从少喝咖啡开始 真的就比较不会 比如说会觉得慢半拍 就开始少了 然后那个下坠感的频率 也开始减少了 一开始还要吃药 几年之后那个斗性心律不诊 针也就不见了 不然就敢喝拿铁嘛 其实医生有说 他说一来也对你的胃比较好 可是人家又说你一天喝一杯拿铁 一年会胖两公斤 我就觉得很苦 哪有这种事 真的会 我就没有 你知道拿铁跟黑咖啡 熱量差五倍吗 没有重事 我喝五年也是一样不重 你是素质 对啊 你是情人好不好 其实大家都喜欢 把心悸怪在咖啡上面 咖啡真的是无罪的 我先举个例子 大家就可以懂了 我之前有个病人 大概是40多出头的一个年轻妇女 那她的工作属性 就像刚刚讲的 白天一大早要出去工作 自己的工作 然后两个孩子回来要煮饭 上面有婆婆 然后家里头一家人事情 什么东西都是她自己来 所以每天都是到凌晨大概一两点钟左右 才可以去休息 那么抽血的时候就 散散感觉又是高 胆固醇高等等等等 那么晚上呢 因为两点钟 有时候又不好睡 白天要起来 所以就吞个安眠药 吞个安眠药后 早上起来后 又如同你刚刚讲的 头脑不清 我精神不清 我精神不济 我要喝一杯浓咖啡 这时候你要醒过来 要 那这个时候 心脏当然就会产生心剂 尤其晚上睡眠不好的时候 它也是用心剂做表现 所以大部分人都喜欢用提升饮料 来想办法去喝 那里头都有含人工的咖啡液在里面 它都会更容易刺激你的心跳发送 所以是不是真正的咖啡 不是 事实上有时候喝一杯咖啡的时候 是人是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情形 因为在喝咖啡的时候 是一种享受 所以一定要知道 你的心剂的来源 你要找到原因 所以它的原因 像这类的妇女的朋友 她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所以好好的补充睡眠 睡眠还要配合你身体的退黑激素 让你的退黑激素 帮你的忙 把肌肉放松 心跳放慢 要做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睡眠好了 很奇怪 三肠肝油脂 胆固醇的代谢 时间也够多了 它也可以代谢得很好 那么这时候 你早上起来 血糖 你的胆固醇的脂質 也都变得很正常 那再来 你就要常常去运动 触记血育喜欢 因为这些咖啡因喝下去 都会很快地被代谢掉 那再来就是 三不五十喝点不同的咖啡 因为不同的咖啡 它的咖啡因的成分 它的内容物 都是不太一样的 偶尔喝点late 有点偶尔喝点什么东西 你的心情的愉快程度 都可以让你克服掉 这种心悸的问题 咖啡这个故事 真的是 因为我从小到大是不喝咖啡的 因为我很讨厌咖啡的味道 我觉得咖啡太难喝了 他很热情 他每天都邀请我去他家聊天 就是刚开始入住的时候 所以每天去每天去 养生亚都会从厨房泡一杯拿铁帅给我喝 然后前面一个月我真痛苦你 你在人家家人家泡饮料 你可以不喝吗 你有在管的 管 我还是会做人 我就硬吞 那个拿铁我就吞了一个月 然后很奇怪 这个习惯好像一个月就养成了 你知道吗 突然每天去每天去 有一天不去 我少了一些什么好空虚 就是好像就习惯要喝这个咖啡 几个月过去之后 我发现他们两夫妻很奇怪 他们不是一天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了 他们是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之外 晚上吃完饭 两个会坐在餐桌上聊天 再喝一杯咖啡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想说 一天喝这么多咖啡不是不好吗 然后我想说 不然他们可以 我也来试试看好了 所以我就变成一天早晚各一杯咖啡 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 但这个就来了 如果当我忙碌 比如说早上要工作 录影 活动什么 但我晚上要教课 那身体真的是有点附和不来 我想说喝个三杯应该不会怎样吧 那喝到三杯回药家 我就会发现 有时候可能当下 就有很明显的那个感觉 就是我的心跳好像会跳舞 你知道吗 就互快互慢 然后有时候你坐着 譬如说你也没干嘛 只是在滑手机 然后我会突然大喊说 然后他们说你中高 然后我第一声 我说要 地震 你滑内心是不是 就真的会 自己身体会有感觉 就是在晃 然后就发现说 会不会是因为我咖啡喝多 但是因为那个心跳 不规则的频率 我的运动量大到 我每天都处在这样的状态 我就觉得好像 我运动也是这样 我咖啡喝多也是这样 我的心跳 时不时就一直处在这种高频率状态 我想说那我就先不管他 以前我有个病人 他事实上他是一个就是 他刚生完第一胎 然后他本来有工作 然后生完第一胎之后 他请产假 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回到职场 那回到职场之后 因为他第一胎又是新手妈妈 然后他晚上又要带小朋友 然后他就很累 所以他每天替身的方式 就是刚选项之一 就是喝咖啡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说那喝咖啡 应该也还好 反正就 可是他说没有 营养师我告诉你 我的咖啡就等于我的水 他每天喝两千七夕的黑咖啡 就导致什么问题 胃食道逆流 胃瘾 然后长得 满脸的痘痘 有时候因为咖啡因太多 他会抖 会心急 然后会骂小孩 骂老公 就是会有那种亢奔的情绪 所以他觉得他整个生活 都不对劲 我跟他说你的问题就在于 那个咖啡因过量 所以我就帮他讲说 你可以 其实你咖啡可以先减半 因为你一下子叫它 戒断咖啡 它会更疲劳 所以他就先把咖啡因减一半 然后后面可以用一些 蔬果汁 甚至用一些提神的东西 那这边有一个提神的东西 其实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吃 很棒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优质蛋白质 比如说可以补充一些 豆浆 鸡胸肉 鸡蛋的部分 它会让你瞬间 你的头脑比较清醒 那喝水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水分在我们的体内 会增加我们的血流量 会让我们顿时之间 会比较清醒 那茶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茶里面也有咖啡因 因为我们统计发现 大概三杯的绿茶的咖啡因 等于一杯每次 中杯的咖啡因的量 所以如果你把它 换成绿茶的话 至少你可以慢慢慢慢 减少咖啡因的依赖性 这是很好的 另外有基酸的柑橘類 比如说像夏天的柳丁 还有橘子 葡萄柚这些 它里面的有基酸 其实在体内 它可以帮助你产生能量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 让你自己提神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种 就是带一点有基酸的水果 橘子 柳丁这些 会比较有帮助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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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